张若云 虎君 李更熙 张天爱 高伟光主演的电视剧《雪中汗刀行》已经更新到了二十集了 而在新的剧情中 徐凤年为了保护王林泉一家 自愿将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然而徐凤年却并没有非常紧张 反而是在湘凡城之内到处乱逛 而巧合的是 他居然在湘凡城之内遇到了温华 温华何许人也 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因为被自家嫂子唠叨离家出走 想着闯出一番名堂来的江湖游侠而已 徐凤年第一次踏足江湖的时候和老黄一起 遇到了他 两人就成为了朋友 当时的徐凤年非常的落魄 带着一个缺门牙的老仆 还有一匹瘸了腿的笨马 很爱吹嘘自己是世家子弟 但温华并不嫌弃徐凤年 两人就这样成了兄弟 这一次的徐凤年和以往的徐凤年自然不同 穿着华丽 身边还有一个美貌的清鸟 一时间连温华都感到意外 不过重聚的两人还是如昔日一般亲戚 一起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这对于温华来说也许就是他江湖的一部分 温华很穷 穷到买不起铁剑 只能用木剑 但是他的渐心却非常的澄澈 他知道浮华只会让渐心蒙尘 吃过肉 喝过酒 一起上过大号 温华离开了 江湖这么大总会相见的 他还是那么的乐观洒脱 但说起温华 他却是个人认为整部作品中最悲情的一个人物 并不是他的心不够乐观 而是他的经历太悲情了 令人泪目 温华此去是去北莽边境 不过他此去却会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改变了温华的一生 也是温华悲剧的开始 他就是黄三甲 一个高深莫测的高人 和徐霄 寒雕四并称春秋三大魔头 但是个人却认为他比之徐霄 寒雕四更加可怕 他似乎能遇之一切一般 几乎算无一策 他传授了温华两件 而这两件却令温华得到了最渴望的两件 凭借这两件 温华入京城比鉴 一连三败 得温不胜之名 但后来他却占平唐熙剑仙 卢白杰一举成名 功成名就 更是见到了此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声色双甲 李白师 三甲以美色和较健恩情相携 让他杀徐凤年 这就是温华命运的转折 面对黄三甲的威胁 温华果断拒绝了 如果他继续修炼 或许能成为陆地剑仙 但他温华是何许人 自飞武功 自断一臂一腿 舍弃心爱女子 折剑出江湖 把一切都还给了黄龙氏 我以手足换手足 敢笑黄龙不丈夫 黄龙氏一辈子没输过 却输给了温不胜 温华一辈子没赢过 却赢了这个天下最可怕的人物 温华的江湖意气令人敬佩 对他来说 这个江湖那么的成澈 他把所有事情都看得简单 所以才能短短时间内成为一品高手 正是因为他的简单 所以他才会对徐凤年这个兄弟毫不吝啬 哪怕是废掉自己的手足 哪怕是自费武功 他也不愿意亲自动手杀自己的兄弟 人生能得一个温华这样的兄弟 徐凤年何其有幸 最终温华退出了江湖 来江湖走一走 他也算是圆了江湖梦 最终回到了那个当初离开的地方 做起了殿小二 娶了一个没有那么美丽 但温婉的女子 于微末中崛起 终究归于微末 我心安处 何处不是江湖 游侠温不胜 可敬可佩 没关系 好 走 有没有 姑娘